好 杨老师 我们好像还没有讲过雕塑哦 我们来讲一下雕塑好不好 雕塑没讲过吗 我不记得 我没讲过 不记得 你讲一下 您熟悉的这一块抽象主义雕塑 我们不管那些古典的古典的没什么好讲 我觉得 讲一下抽象主义雕塑好不好 中国吗 中国国外都可以 国外吧 先讲国外吧 亨利波 抽象主义雕塑 我对西方20世纪雕塑的认识 当时是从莫尔入手的 因为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曾经翻译过莫尔的若干文章 当时百事不得其解 觉得很难翻译 是因为跟他调述的理念 不太明白 比如说当时莫尔的一个结论把我吓一跳 他说李克兰基罗是一个高顾 一直发展下来到了罗丹 就是低谷 罗丹是低谷 哇这个在我小时候或者在中国的艺术界 我当时伟大的艺术家他撤了第一谷 然后另外一个人拯救了西方的调塑 从莫尔的手上拯救过来 这个人叫布朗库西 罗马里亚布朗库西 空中飞鸟 这个观点说是不是震惊 然后莫尔说行盲的人远远高过色盲的人 这行盲什么意思呢 然后莫尔就听出一些观点 比如说你到河边行走的时候 捡起一块鹅卵石 把它握在手心闭了眼睛 用皮肤去体验 这可是流水千百万年磨洗的结果 你去看那一段动物的骨头 你用个手抓着骨头 闭了眼睛 从上慢慢的往下抚摸 或者从下慢慢的往上抚摸 你能够感到行的转折 这个转折是自然生长的力量 你再看一个树 从头里面长出 逐渐的上升 它的行的变化 都跟自然有密切的关系 他说这个行 不是我们所说的行盲 不是那个简单的行盲 而且他还说 米开朗基罗在一块冰冷的大理石 看到温暖的旅人体 对我来讲 我只是教说一个 有点像旅人体的石头而已 然后说穿洞 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 我当时花了很长时间 但是通过莫尔的指点 走到了布朗古西那里 我明白了几个概念 90年代 在八十年代中 读研究生的时候 才开始明白几个概念 一个概念叫触摸 其实自然就是一只巨大的手 触摸着形体 从外把形体的形压下去 当然后来 雕塑界 开始明白这个道北以后 他们都发明了一个名字 叫虚空 就是说传统雕塑 它的形式从内向外膨胀 对不对 我们说的受造形体是从内向外膨胀 比干达就强调我们 我们强调说凹进去的 一定要有一个 凹进去的不能是个尖角 它一定有一点弧度 后来我看到很多雕塑 发现好像是这样 好像是这样 那中国的很多雕塑 好像不是这样的 我发现这是一个重大差别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自然这个手压迫物体所形成的形 都会把它叫虚空 于是就回到了墨所说的 布朗库星 空中的飞鸟 它其实不是鸟 当然那个年代 空气动力学是热美 飞机是热美 所以空气动力学 影响到布朗库星 它是把鸟在空中飞行的轨迹 变成一个形体 对不对 变成一个形体 原来这有动力学的 这个影响 的确是这个革命性的 所以墨尔说 布朗库星拯救了雕塑 罗丹是低谷 因为罗丹是印象派 所谓不是印象派 罗丹是属于 写实罗丹刚出山的时候 那个青铜时代 还被指控 说是真人翻膜 他当了法官再做的一个青铜 表示他不是真人翻膜 这是手动时代的 最杰出的一个作品 其实我们如果对罗丹熟悉的话 其实罗丹也有触摸 罗丹做模特 他有一个特点 他要闭脸就抚摸那个模特的身体 对对对 来体验他的起伏 或者手感以后再来进行移术 所以那个著名的现代舞蹈家 邓肯 他的回忆录就讲到 他去罗丹工作室拜访罗丹 罗丹一看到他 一声不说走过来 抚摸他的头 他的耳朵 他的脸 他的脖子 他的身体 当然这个时候 邓肯突然之间有一种 惶恐感 挣脱大势的时候 跑到门外去了 后面的摇会就是 多可惜啊 失去了大肆抚摸的快感 但是这个说明 罗丹其实也有触摸 但是罗丹的触摸 是手感 是真的皮肤的触摸 形体的起伏 但是莫尔说的是什么 大肆这样的事 这是完全两个完全不同的 最型的判断 我对于西方雕塑的入门 是从莫尔 从莫尔往前 才发现布朗普系 才理解莫尔那些 骑者的雕塑 我们温哥华 维多利亚工业就有个磨的 才理解雕塑什么意思 然后再往下发展 准确来讲 抽象这个概念 不应该进入雕塑 这是我们自己的说法 当然现在我们也可以把一些 纯粹的形式来抽象雕塑 但是据我所了解的 这些所谓的抽象雕塑 它都不是讲抽象 比如说著名的史密斯的那些 极简是吧 它讲的是一个三维形体的那种效果 这个效果有人盖过为剧场 甚至有人认为这个剧场 和这个三维形体的极简效果 是对格林伯格的绘画的平面性的一种冲击 所以我在我所了解的有限的 这个二十世纪西方的雕塑发展 从四九世纪发展到二十世纪的整个雕塑发展 恰恰没有所谓的抽象的概念 抽象的概念 反而在中国 中国有抽象概念 抽象雕塑 或者半抽象雕塑 所以这种中国的抽象雕塑概念 基本上都是含糊 就是 业师就是非写识的 从事公共空间点缀的航空 就是非写识的几何造型 就叫抽象雕塑 在中国这种非写识的几何造型 漫天飞舞到处出现的时候 那都是赚钱的航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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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来讲 我认为基本上没有一座推流 我说句 绝对的话 所以我自己写过一篇 非常偏激的文章 教授这些非常有意见 题目叫做 为一座没有雕塑的诚实二分钟 因为我们的公共雕塑实在太齐 太糟糕 就是人为的 以为有的这个雕塑是有的艺术 但实际上 这个中国的这个雕塑 它的发展也是 比起就相对比起 绘画来说 它也是明显的 处于比较落后的这种状态 可能是这个韩国太好乱做 这个做头像 中国的雕塑系 我常常戏称 雕塑系听了也不太高兴 我整天建议 中国各个学业的雕塑系改名 叫雕塑接活系 雕塑家也改名不叫雕塑 叫做雕塑包工头 雕塑包工头 你做完的会不会被他们拉黑 没有啊 他们自己对我非常有意见 但是我这样说不是否定大家在雕塑的水平 我说这是个整体现象 我们要努力克服这个现象 我曾经还跟一些我的好朋友 雕塑家们建议要为架上雕塑 不要为独立雕塑而奋斗 还是要强调雕塑家和他做工 各自的独立创作的重要性 要摆脱接活工程 这种公共教授的这种羁绊 中国也有非常非常优秀的教授家 比如说我所认识的 展望教授我觉得他非常优秀 是吧 还有这个有一些真的很优秀 比如说那个 就是叫杭州的李秀琴 是吧 很早就又把盲文作为一种触摸的因素而凸显出来 中国其实有很优秀的教授家 但是他们真的不是那种公共雕塑的主力 一定不是主力 反正公共雕塑非常成功的 我们都要怀疑 同时讲起雕塑的话 雕塑在中国艺术界的地位 传统没地位的 但是你要知道西方艺术 西方的经典的艺术史 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建筑 第二个是雕塑 第三个财神绘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比例 西方艺术史 经典的艺术史 建筑 雕塑 绘画 为什么 是因为雕塑和绘画都是建筑服务 首先是建筑 建筑有雕塑 必须有必须 是吧 中国 中国雕塑的工匠 没有雕塑的名字留得下来 中国的工匠 中国的绘画是纸本绘画 中国的艺术跟纸非常有关系 纸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有一种神圣性 所以中国的书 画它的载体是纸 这个纸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它超过一切材料 这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就有特殊的意义 而不是石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当然记得住董秦桑 赵木甫 李运林 王猛 世王 八大 我们记得住中国雕塑家吗 没有 中国雕塑家当然没地位 工匠 工匠 这跟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 欣赏构深是有关系的 当然也就影响到今天雕塑家的地位 已经很高了 很厉害了 已经很厉害了 跟以前已经不能比了 但他仍然无法跟平面的艺术 我们还是重视的 首先是画家 艺术家 对 这使我想起 这使我想起 就是我 我已经好久没干这个雕塑的行当了 但是我还是有很多同学啊 师兄师弟啊 是这个做雕塑的嘛 但是他们的 您说 现在推崇他们做这些架上的这些作品 他们个人的作品就做少点公共的 而且公共的也 也轮不到他们接嘛 大师都全接光了 是吧 那那他们也是 哦 做一个作品 花的那个材料钱巨贵 但是呢 那个卖出的价格 也高 也高 比起比起绘画也高不到哪里去 可能差不多 甚至 他也没办法 因为你价格不能低啊 是吧 出出道的那些绘画什么的 他相对价格可以低一点 但但那个雕塑的材料价格摆在那里 那卖也不好卖 这是个悖论呢 这是个悖论呢 中国当代市场就是画画的整总体价值超过雕塑 对 雕塑的主体性就是缺失 雕塑家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家的地位就是被自己干掉被社会抽掉 这是事实 这也导致着相当的雕塑作品比较便宜过会画作品 嗯嗯嗯嗯 这是个风气没有 这是个社会风气 对吧 而且很多雕塑家自己老师接活很有关系 所以雕塑家谋生主要靠接活 接活之前就靠什么 接活之前就靠 接活之前就靠打工 对老师打工 那怎么办没没没办法了是吧 这个雕塑这个航档可能干不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了 嗯 但是干得下去的 其实很多雕塑家每一个老师交出来的钱 不过他们的钱主要是接活 嗯 所以我发现很多雕塑家就是就是公司的老板 那这也回到了你一开始说的那个问题 你希望一个没有雕塑的城市 这个是不可能的 他们就靠这个 哈哈哈哈 不可能的 我是故意说反话 嗯 你这个愿望 我是故意说反话 是落空的 哈哈哈哈 这个希望是这个希望是落空的 但是呢 但是呢 我的确一直在呼吁雕塑的主体性 嗯嗯 雕塑的主体性要来源于雕塑家的主体性 雕塑家的主体性要来源于坚定的认为雕塑应该成为一种独立的 怎么说又独立的表达情感和观念的方式 而不是所谓的公共雕塑 因为公共雕塑也有它的严重的问题 某种意义上公共雕塑是要受公众制约的 嗯 因为在一个广场你树立一个雕塑 它其实是对于进入这个广场的所有人一个定义 嗯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这个空间是被定义的 嗯 那么这个空间被定义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符号就是雕塑 嗯 所有进入这个广场的人 其实就等于被这个雕塑所定义 嗯 它没有共产性 嗯 这也是国外公共雕塑变化的一个重要来源 就是能不能够去掉这种自上而下的定义 嗯 让广场变得更有真正的公共性和参与性 这对于公共一书是个考验 公共一书一直要往这个方面发展 我们说的好听点叫亲切啊 参与啊 摆托一种被定义的一种状况 但是西方传统的 广场的 雕塑就是定义周围 中国也是 那么也就意味着一个做公共一书做广场一书的雕塑下 它不是自由的 它受到 不仅受到投资者 受到这个赋予你这个权力的人们的这个支配 你其实还在还潜在的受到公众的支配 嗯 当然首先是投资者或者说那个政府的支配 他们需要在这个广场上定一个什么概念 嗯嗯嗯 对比如说纪念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对啦纪念什么什么 所以这个雕塑家只是完成这个概念 把这个概念公共化 所以我一直坚定的认为公共雕塑和雕塑家的个人作品是差别的 那么正常的是著名的雕塑家当他们的作品成熟就有很独特标识的时候 他们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公共雕塑出现 一个什么定义不是 它的风格已经很成型了 我们在香港也可以看到莫尔的这个雕塑 但是更传统的雕塑 那都是政治雕塑 诚实 公共雕塑 在这种情况下 雕塑家的自由度和绘画来讲是有差别的 嗯 的确是有差别的 这也是雕塑家这个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中国当雕塑家都去接活都去干活都赚钱都很有钱的时候 那么雕塑的主体性一定上市 因为没有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 考虑这个问题很费钱 嗯嗯 那么怎么办呢 我当时的一个策略就是 动员雕塑界我们做架上雕塑 小雕塑 成本降低 当然是个小雕塑 架上 所谓架上雕塑就是小雕塑 嗯 是吧 那么说过小雕塑 能不能够呈现一个雕塑家的独立的 人体和他的情感呢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 是吧 从此是小雕塑的 就是小雕塑 我现在看上了 那就是小雕塑家的散伤